我们呢 因为这篇文章 我是跟关于地沟油的报道是一起读的 所以这个两篇呢 两篇文章给我带来的冲击呀 冰火焦汁 这个冲击非常大 你说这个理想跟现实 一方面我们将来会成为这么一个国家 这么美好 咱身为中国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转一圈 要是真能赶上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从文革那种局面 到今天走到这样的地步 假如真的三十年后 即便他说的只到一半吧 你就天天唱好 直到这样 那我们已经觉得非常荣幸 但同时现实那是地沟油的 那个那是现实 我们也刚刚吃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得思考 你要仔细读他的文章呢 他其实不是清华 他是中国威胁论 他的核心的讲法 就是你美国的政治家 你还在这里做梦吧 你们还在那里挣一点小力吧 人家已经是这样了 他管我们那个 强大的中国 你想他再过几年 他就是你的再过几十年 他就是你的三倍了 然后你看他已经要把澳大利亚 都很多东西都买下去了 他的动机其实并不是 我回过头来 我在介绍你的话 咱们来说一说 这个美国威胁论和中国的风险 你看他看着你觉得很好 我看乐观的东西都看得很好 这种数字看得很多 但是你回过头来想 你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沿海中小企业倒闭了吧 地沟油到处横行吧 对不对 然后你说这个企业转型 然后国企 中野横同一个企业就亏了五十多亿吧 对不对 然后利比亚 中国水电最近要上市 他在利比亚又亏了几十亿吧 所以你看一下 全 对呀 谁让他盯不住 不听咱们张超中教授的话 盯不住 所以中国又亏了几十亿 有可能 没有特聘张超中 当他的智囊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形势啊 咱真是不把握啊 四海翻屯云水路 五洲几岛风雷击 风雷击是吧 我怎么现在看他们那个报纸讲啊 什么参考消息啊 确实讲说欧洲现在这个金融危机啊 是不好 是真的 非常 而且呢 咱们都不意识到 当年就是雷迈兄弟倒闭这回金融危机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啊 这次他们说呀 一点不比那个轻 就好像上次是七了花叉 这次说是比较慢的 但是探底 所以好像是很非常严重 这是他专家了 就怎么会被希腊 他是这样子的 他这一次 他本来呢 大家货币都很多 日子都过得都很多 都很好 然后你去借债也借得到 你的原来的债务再大也不是问题 反正你可以借债借得到 大家日子都很好过 对不对 老百姓照样消费 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这时候你发觉 你再去借钱的时候 你本来一大堆债务 你的债务没有减少 而且利息还在增加 因为他货币在紧缩 相当于你还的钱要多了 但是呢 你这时候去借债 借不到了 你到处去发行债券 你发不出去了 然后你发觉 每年的赤字那么大 然后你要过紧日子吧 你要过紧日子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 老百姓到处到处抗议 你发觉失业率 他们年轻人的失业率 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 有的高达百分之三十 年轻人 所以大家都没办法 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理想社会 要付出的代价 因为相对来说 欧洲的社会状态 这个是说假 高辅助理想 高福利 现代化 超前付出的代价 超前付出的代价 就是他说假话付出的代价 说什么假话 你想像希腊这些国家 他原来 他按他的条件 他不应该加入欧元区的 他不达标 我跟你说 就不及格 这个在后头呢 他不应该进欧元区的 他不符合这个理事 你不能挤进这个 富人俱乐部 对 应激精绪 他应激精绪 而且他把这些涂脂抹粉 晚上坐着南瓜车就去了 他涂脂抹粉 然后呢 高盛给他做了一些金融衍生品 那些做了之后 他数据全达标了 非常漂亮 这听着不是跟有些中国公司 在美国上市差不多吗 对 就是中国概念 股的一个样子 完全一样 所以他现在 他再涂脂抹粉 不行了 太阳出来了 就是金融危机来了 太阳出来了 这时候你发觉 他的资粉全部都退掉了 退掉之后 你发觉 他还钱是实实在在的呀 金融钱是实实在在的呀 就没有办法 对 你刚才提到高盛 我这不懂 我请教一下 就是这个文章里面 他也提到 他说李德林的高盛阴谋 在中国是畅销书 他的中文读者 喜欢他生动的描述 高盛像一头东北虎 知道什么时候掐你的脖子 中国在玩一个 更高明的游戏 就像什么美国作家 说的那样 中国缠住高盛面孔的 吸血乌贼 在无情的吸取 高盛的资本人脉 什么什么什么 炸光高 高盛是诺贝尔文学讲 这怎么回事 这是另外一个人的文章 另外一个可能 是这样的 高盛就是怎么回事 这叫做互相怕 你知道吧 中国人看西方的金融机构 觉得个个都吃人的老虎 他都要来吃自己 尤其是最近像什么 苏格兰银行什么 在中国的这个银行业 他买了原始股 赚了很多钱 中国人一看更怕了 你不去吸血鬼吗 然后呢 西方人觉得怕 你看你把你的技术拿过去了 你把你的管理拿过去了 中国人模仿起来能力 那是世界一级强 你有一天他就突然的 我们什么优势都不存在的 所以世界就是中国的 所以你叫做互相看不对眼 互相怕 然后中国人还有一种心态 就是现在有一种心态是 就全是阴谋 就觉得西方人做什么都是阴谋 我的天哪 也不全是这样子 有一部分是阳谋 市场就这样 最近日盈亏了23亿美元 就是做金融研资品 对 他们亏钱我很高兴 然后他那个 他就是到最后 因为你中国人不买 投资者不买 他很多时候 他说我要做一个产品 我自己来买 然后他后台那帮交易员 那都应该是狼 他只要我的年底分红 有多少对不对 然后我的盈利是多少 然后他就造一些假账 造一些假账之后 你会发觉 哇他到最后 就自己也把自己兜进去了 所以这时候 就不是阴谋的问题 而是他 他的那个体制 就像背后有头狼追着你 你拼命的跑 你要拼命赚钱 到年底 你花横分的最多 你就是这个公司里 当之无愧的英雄 你怎么赚的 没人管你 哎呦 异化 异化 所以这个投行啊 我总觉得他们 这是人类异化的 这报应 最后就报应 也不能骂投行 趁机会骂两句 咱咱也没投资 想象三人以前广告 最后见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只候鸟 起飞 去向自己的海 和海边的泳池远树 全球浩鸟度假地 十月发售 中国危害 创片是信念 是旅程碑 是向前 是楼兰 Rano 楼兰 汉式 加铃 东风日产 楼兰 可是你老说这国际上放债的 我那天在那晚参考消息里 我还看着说中国的 说中国的这个什么银行啊 给这个中小企业 现在完全不可能贷到款的 绝不给你钱的 绝不给你钱 但是呢 说是在温州那边 说温州那边都是什么呢 放高利贷 这个这个放什么四分六分 放高利贷 那里的这个企业民营企业 就是靠这个 他才能必须有资金 说我不知道是我看错了啊 说甚至银行 给这些个高利贷放贷 你没看错 是真的 是正规的银行 银行给钱庄放贷吗 不是银行给钱庄放贷 就是银行 有的是银行里面的人 弄出点钱来 然后去参与高利贷 他银行也能得利 自己也能得合力 你没办法 这个放高利贷的 他更保值 更升值 银行宁愿 更相信他 对 对 我要是借高利贷的话 我知道你是银行里面的 副行长 我肯定问你借了 这多有保障 我劝你啊 我劝你啊 高利贷已经快断了 已经有人自焚啊 什么都有了 就是现在你知道高利贷 到什么程度 就是江苏四喉 你应该知道 这个很穷的一个 很穷的一个县 那个地方 很穷的乡 很穷的县 突然人人开宝马 一夜之间 都变成富裕之乡 人人唱着三歌 吃着火锅 然后开着宝马 在那溜来溜去 估计那个 那诺贝尔奖特殊 就到那边去过 到那去过了 所以他得出的结论 非常之乐观 但是那个地方 现在已经崩盘了 人人那个宝马 也抵押出去了 也开不了宝马 就都是借高利贷 买宝马 他就是 他把自己的那 比如说你有 你多了没有 40万50万或者60万 我把我的吃饭的本钱 全都拿出来 然后去参与这个链条 你的上家跟你说 我给你几分链 或者甚至 我给你一毛的链 你放不放 我就把那个老本都拿出来 然后去放 放了之后 你就发觉 哇太能赚钱了 对 然后你就 你赚了50万之后 你就去买宝马 或者你去贷款 去买个宝马 货上的幸福的生活 他们老说 这个资金链 就一断就完蛋 怎么会断呢 就是我跟你说 你借到哪去 你借到哪去 民营企业 比如说你高利贷 民营企业还不上了 你第一 你借个民企 民企业现在的净利润 3%已经很好了 3% 因为劳动力涨得很厉害 对 在江那边 最便宜的劳动力 都是3000了 民企业一定破产 对啊 就好比说 我银行为什么不带给你 这个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 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利润 所以我不信你 所以我不信你能还 但为什么放高利贷的就信他能还 放高利贷 他养了一帮打手 你不还 我把你家给扒 而且高利贷也是一种赌博 他完全可能收不回来 就是 所以我为了多赚那个钱 我也付出我的代价 我要养军队 不军队 我又要养我的宝华 对不对 对 是的 你说的是真的 我要想想高利贷主 他不是也是赌博 到浙江沿海的一个县里去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游走号圈 住在他们最好的宾馆里头 然后我说你们本地人住宾馆 游走号圈在干嘛 他说你知道这些人干嘛的 全是那些高利贷公司养的人 对 民兵 这个经济问题导致了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解决不了 就用军事问题 这不是 而且到最后的话 他主要放贷的地方是 第一个是房内产 第二个是赌博的人 放给赌博的人 对 又是更加 是的 他们查过温州的 主要的流项 接着想来为您摸出 珍宝总动员 不来也是不行的 来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